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杰训练中心周主任 我今天的主题是延续上周的话题 腾校的门槛对于华一的学生来说 为什么那么难以跨越 上周我们谈到论文是申请腾校或顶尖私立大学的敲门砖 学生能够写出一篇杰出的论文 亲自敲开这些学校的大门 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 接受挑战 开始推销自己和全美一流的顶尖学府做交易 为自己争取录取通知书 matriculations和高额奖学金 scholarships 讲到这里家长会问 周主任为什么这些腾校和顶尖的私立大学 这么看重论文 而不是学生的学业成绩 academic items或ACT的部分 答案是这些顶尖的私立大学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教育理念和目标 就是栽培学生从他们这些大学毕业以后 在职场上做领导的团队精英 而不是普通的白领上班族 因此这些顶尖的私立大学坚决的主张 如果一个孩子在17岁半开始申请大学的时候 无法写出一篇杰出的论文 展现自己清晰的创造力思维想法和意见 让考官看见自己的智慧intelligence 无论这个孩子的学业成绩有多优秀 他们都无法录取这样的孩子 因为孩子到了17岁半无法写出一篇杰出的论文 展现自己的智慧 这样子孩子已经定型了 没有太大的可塑性flexibility 他们一定不会被这些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录取 这些大学也无法造就这些孩子的未来 并且这些孩子进入大学以后 也无法面对校园内严厉的学习和挑战 会出现许多问题 例如无法把自己打入校园内的群体 非常孤单 没有朋友 跟不上校园内严厉的学习和挑战 要看心理医生甚至有自残或自杀的倾向等等 讲到这里 周主任要给华语家长们一个良心的建议 孩子的高中四年 千万别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完全投注在念书考试拿高分上面 尤其不可以放太多的时间补习 追成堆的AP课程 这种模式只适合台湾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 家长们这里是美国 如果想要培养您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 留在美国 走进真正的美国社会 直上生涯成功 从今天开始 大家有一个概念 从小培养孩子要加强孩子的核心价值 covalu 强大的写作沟通领导能力 这样子的孩子才能在大学申请中有足够能力 跳脱雅一的天花板 Jumping out of the bamboo ceilings 写出自己的杰出的论文 介绍自己敲开藤校或顶尖私立大学的大门 向前迈进接受挑战 一关一关的推销自己 和大学做交易 为自己争取录取通知书和高尾奖学金 把成为大学申请真正赢家的目标 从小就扎根在孩子的身上 一点一滴的打下基础 引导孩子有阅读习惯 Quintical Reading 思考能力 Quintical Thinking 创意写作能力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而不是把孩子高中所有的宝贵时间 完全投注在学业成绩 Academic Items上面 申请大学呢 孩子要从进入九年级开始 一步一步的为自己计划出来 一个强大的策略 Strong Strategy 包括如何选择学校的课外活动 持续良好的阅读习惯 Quintical Reading 拥有清晰的思考能力 Quintical Thinking 创意写作能力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这些能力都是需要一天一天 一点一滴长时间的培养之下 孩子才能有炉火纯青的能力 在自己申请谈校或顶尖私立大学的过程中 首先写出一篇杰出的论文 展现属于孩子17岁半 纯真又有创意的故事 吸引考官的注意和兴趣 继续和您的孩子做交易 Make a Deal 顺利的往下继续走 感谢您的浏览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今天的话题 成校的门槛对于华裔的学生而言 为什么那么难以跨业 幸祝大家幸福健康快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